我喝零度的白開水 我看我很享受 他們也很享受 那就聊起 一个小小的金門酒厂 可以提供 可以给我们台湾 目前福利最多的 在金門的老人 只要65岁以上 一个月都不用工作 就可以领到 2000块的人民币 领域台币到8000多块 这是他们的福利 难怪很多人 想要搬到那个地方去 只有个酒厂 一年就做了100多亿 100多亿 缴41亿给政府 比中央政府 给他们的预算还多 由此可见 这个58度的 这个酒生育是非常好的 所以造成这种喝酒文化 其实都是伤害身体 酒喝多了 对肝脏绝对 伤害是很大的 一瓶啤酒 听说在目前这种环境 要经过我们的肝脏分责 要七天的时间 很可怜 如果度数越高 这肝脏的负担是越重的 他说为什么喝了之后 会演成一种习惯 没有喝就很痛苦 本来你是要去欣赏它 待在作业的时候变成它 才牵引着你 你没有它就很痛苦了 像这些都是伤害身体的事情 这个对父母亲来说 都是不好的 有的时候父母亲自己都抽烟了 其实他一百个心都不喜欢你抽烟 有的时候父母亲喝酒了 其实他一百个心 也不喜欢他的祖女喝酒 祖女讲不出来 讲出来也没有用 因为父母亲是祖女最好的 一个导师 生活的导师 但是我们孙的祖女 我灵验在这个时候 我不要被物以所牵连 这次有机会陪着这些长官 他们发现我们这些人 清茶淡饭 他们大一大肉 我们就是青菜豆腐汤 他感觉说 好像你们都过得很快乐 很乐观 他们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们就这么的乐观 他们不知道 他们被欲望所牵连的 成为欲望的奴役 他们已经忘记 不知道 我们看在旁边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 由此可见 人不是出了这些东西 就能快乐 我们没有吃也就很快乐 对不对 所以说身体恍惚 受诸父母 不可毁伤 孝之俗也 这是一个孝顺父母的开始 在每个地方时时刻刻 要去照顾自己的身体 这是很重要的 由于现在的生活方式 一点一滴 都会引导你的身体受到影响 你要去小心的 上网吧 上网咖 喝酒 赌博 吸烟 打架 飙车 吸毒 对不对 种种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你的身体 希望你在进入这个生活前景里面的时候 世主科要去注意 要去提醒 所以为什么我们基金会 一路两个在引导所有的助攻 我们要受到最后面的交易 其实我们是一个儒家的实践者 我们不是嘴巴恋恋而已 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是一个实践者 你看我从一个二十几岁身体不好的人 到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 很多人都认为说 我不像是一个五十九岁的人 每天保持喜业的心 清茶淡淡 身体就会健康 就会快乐 整个都会不一样 我们不要被欲望当作欲望的奴隶 就非常可惜了 第二步 要对父母恭敬 顺从 不要违背他们的信念和注向 父母亲喜欢的 不管父母亲以前在做得怎么样 他们达到一个年纪之后 说实在的 大部分的父母亲 他们都知道事情的好坏 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对和错 他都会引导着我们 有时候他以前也是做错事情 在这个时候当下 他已经懂知道事情的对与错 他也不喜欢他的主女 去做不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尽量能恭敬 能顺从 不违背他的信念和他的注向 就像我的主女 他看到爸爸一直在重制 这社会公益教会的工作 不管他们现在从事哪一个行业 他们多一些时间 他们都不想把它扔回掉 一直在学习这个脚步 年纪轻轻 也做得不错 在各方面 在这个期块里面 他们都做得滑起充满 做滑起充满 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向往的 我们既然他的顺利法污 受住父母不可毁伤 我们就来谈谈一个 叶正子村 他的脚受伤的时候 有一个典故 叶正子村 他是真主的学生 真主是孔吾族 所有的地主里面 在孝顺这个七块 他是做得最好的 刚起先 他是一个很顺从父母亲的人 第一步 他有办法和他的妈妈 用心电感念的方式 就能感念得到 有的时候他妈妈 有客人来 妈妈比较没有出社会 所以在接待工作方面里面 就很紧张 当下他紧张 就咬了一个手足头 结果他当下 正身在田里面就感觉到 家里有事情就赶快回来 真的是有客人到他家里 这叫心电感念 全世界最快的 比光速还快 就是感念 第二步 有的时候他在田里面 将他父亲最喜爱的 瓜糖 把他尺断了 父亲当下 拿这个竹头的 就要打他 他蹲在那边被他打 受伤了 后来他爸爸也自己很后悔 为什么打得那么大力 两个人都不敢去上课 后来孔子就到这件事 醒着 就交代他们父祖 以后就不要来上课了 我不用你们这两个 笨谁生 才有交代一句话 小杖则受 大杖则走 逃掉这个意思就对了 父亲生气的时候 他如果小那一只小小的 藤条 给他做几下 给他泄泄气 没关系 父母亲拿了 那个那么大的棍子的时候 那会打死人的 如果你被父母亲打死人 就信父母一不意 这样也不好 说这个时候你要逃 要赶快走掉 来后来 孔子就将这个孝经 就送给真身 就引导他 在这个孝顺 这个科目里面 真身就修得最好 就这样 当有一天真身生病的时候 他叫他所有的学生来看一看 请你们看看我的手 看看我的手 请你们看看我的脚 都还在 这是一个孝子的开始 那个地方要展现给他的 学生他们看的 立身行道 阳明于幼数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我们立身行道 就像在这诸位 我们所有的助攻 我们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不想浪费掉 我们要重塑于 社会公益教化的工作 帮忙这个社会 引导所有的众生 给他们有点光明的大路可以走 人生除了吃饭之外 有多余的时间 我们真的是不要浪费到 属每一个人的心灵的 这种层次更加能提升 这是我们基督的 所要所做的工作 所以曾孙他接受的孔子 受到了这么的教育之后 他就带了他们的学生来 先生看了那一幕知道 之后他们知道 这个孙体 把我受受父母 是不能毁伤 我没有毁伤 但是交代他们 已经接近了 进入人生的尾声的时候 他交代他们的学生 这个叶正子村 有看到那一幕 他也时时刻刻警惕自己的身体 不能受到伤害 就一直把他的身体要照顾好 但是有一次 他的脚跌伤了 跌伤了 因为他从血糖走下的时候 不小心就摔了一跤 好几个月不能出门 这个脸上始终 很难够的脸色 他的闻下就 很奇怪 那些地主就感觉很奇怪 就闻了 然而是 我还不得到 你会帮助 你会帮忙 你会帮助